原本应该是宁静的野戏温泉 竟然一下涌入大批人潮 光是目测两个小小温泉池 就有将近50个人 这还不包括站在岩壁上 正在排队等泡汤的苏西客 这是为了这个七彩捷径岩壁 所有游客都会在这里拍照留念 不过这228廉价三天 人潮真的挤爆 力送温泉 对比过去影像 因为不容易进入 温泉美景得以保留原始风貌 但在228连续假期 大批游客涌入朝圣 意外出现温泉池 变成下水角的拥挤画面 沿着声索手脚并用 跋山涉水耗费大量体力才能抵达目的地 台东南横山区的利送温泉 海拔高度大约一千多公尺 属于碳酸氢纳泉 因为有着七彩捷径岩壁 被誉为全台湾最美丽的野席温泉 但想来这可不容易 需要走上1.7公里 高低落差大约400公尺 全程都要靠绳索 来回得花上两小时 希望能够管制人数 如果不管制人数的话 整个这么好的一个自然生态 一定会遭到迫害 三天就涌入上千游客 担心环境遭到破坏 县府将实施总量管制 要把台湾最美野稀温泉风貌 永远保持下去 三一顺王浩月章 请问台东采访报道